朋友们,晚上好啊 今天这期故事给大家讲的故事啊 是发生在广州的这么一件事 事情呢,发生在九十年代 但是呢,这要是九十年代的老广州人 基本上都清楚 全都知道当年呢 在广州有这么一间商场 这间商场啊,一直传闻 闹鬼 不过大家呢,别误会 今儿咱讲的不是立万广场 立万广场咱早就讲了吧 今儿咱讲的是另外一间百货商场 咱们听友跟我说啊 说这间百货商场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九三年建立的 大概真正进入营业状态 应该是九五年 并且呢,这间百货商场 在当时北京人民北路那边 能算得上是三大百货商场之一 尤其是刚开业的那段时间 极为的火爆 而且啊,咱们家听友的姑姑和姑父 两人当时都在这超市上班 姑姑当时呢,是在这个商场下边的一个超市 租了个小摊位 卖那个什么叉烧啊 卖这些东西,卤水什么的 姑父呢,而是到商场里边找了工作 成为商场里的工作人员 两口子小日子过得不错 由于商场生意红火 两人的工作一切都非常顺利 但是当干到了三个月左右的时候 刚刚稳定下来 忽然有一天晚上回家 姑姑告诉姑父说 说我们下边超市这边闹鬼 而且今天听他们传 可把我吓坏了 但是姑父一开始没拿这事当事 但没过些日子 这件事就在整个商场里边闹大了 甚至啊,都惊动了当时商场的大老板 连大老板都来了 那这是什么事啊 什么事闹这么大呀 我告诉您事还不小 当时闹得还挺凶的 而且周围老百姓们全都知道了 这事情咱得打啊 姑父和姑姑上班三个多月 这么一天晚上开始说 这天晚上大概是八点多钟 姑姑下班回家 姑父炒好了菜等着姑姑了 但是姑姑一进门 根本来不及问吃什么 而是先把姑父叫到饭桌上来 说有事要跟姑父说 当时姑父以为是有什么大事的 结果听自个儿媳妇这么一白乎 原来声称说是他们超市里边闹鬼 而且姑姑当时表述能力有毛病 讲得迷迷糊糊的 使得姑父听完根本没当回事 反而笑话自己老婆 那这一下姑姑就不高兴了 你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这是真的 我没有胡说 你怎么还笑呢 可是姑父这人就这样 他觉得世界上没有鬼 姑姑这纯属是胡说八道 或者是别的同事 乱传的 并且啊 我还得告诉你 姑父根本就没听进去姑姑讲的话 也就是说 姑姑给姑父讲的一大堆东西 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可敢等到了转过天来 姑父到了单位上班 结果他发现他商场部这边一大堆同事都在谈论自己老婆超市这边闹鬼的事 这一下勾起他的兴趣了 他就开始问同事 结果听同事这么一说 说原来是超市下边儿童货柜那边闹鬼 当然了 姑父昨天也听了他老婆简单的给他说了一下 大致他清楚 但是由于同事当时讲的特别特别的邪门 所以说姑父觉得这是胡说八道的 还是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但是到这天开始 那就是越闹越凶了 直至到了两天之后 姑姑有一天回家 甚至跟姑父俩人因为这件事都吵起来了 因为姑父就偏说没有鬼 说你没必要害怕 但是姑姑这吓得天天晚上提心吊胆的 特别难受 而且呢 姑姑对姑父有要求 说那意思能不能下班 你晚点走 你等会儿我 我这边下班晚 咱一块儿回家 等于大家听出来了 姑父是个直男 不太温柔 没达到姑姑的满意 俩人这天晚上吵得还挺凶的 但是您别忘了他必定是夫妻 对吧 床头吵架 床尾和 晚上吵了半天之后 到最后临睡觉前 姑姑就不理姑父了 最后姑父拿姑姑没辙 就告诉姑姑说 好了 别生气了 明天开始我接你不就完了吗 你不要生气了 我错了 我错了 闹鬼 你们操事的确是闹鬼 好了吧 结果这么一稿子 姑姑这边就顺了气了 俩人当晚就和好 但从明天开始 姑父就得天天接姑姑了 然后再往后边 就是又过了这么三四天 姑父每天都接姑姑 这么兼职的 到了三四天以后 有一天晚上 这天姑姑他们大盘点 盘点的话 你租柜台的这些人都不能走 都要配合柜台部门经理的 在那闪合什么的 结果这么一闹腾 就闹腾到晚上十点多 敢等姑父从超市后门 接到姑姑的时候 他们如果没记错 已经十点半快十一点了 而且此时超市 除了几个保安以外 还有就是他们卤水组这边的人 剩下就没什么人了 当时姑父没当事 抽着烟 在后门等着姑姑 一看姑姑从里边出来就喊 老婆 这边来 然后上去就去迎他老婆 想带他老婆走 可俩人呢 还没碰上面了 刚刚隔着也就还剩几米 忽然就听见这超市后门里边 传出来小孩的哭喊声 当时是姑姑先听见的 吓得站着不动了 然后呢 姑父这会儿没反应过来 继续向姑姑走 姑姑立马伸手 你慢点 你听 你听这声音 然后这一会儿 姑父也听见了 当时姑父也害怕了 马上就站到他老婆旺面 就问姑姑 这 这什么哭声啊 这不是猫啊 可当姑父刚问完这话 姑姑还没回答了 两人同时就听见 超市里边又传出来 小孩说话的声音 刚才一开始听到的声音呢 明显是墙堡中小婴儿的哭声 大概有三四个小孩提哭 说实话 真有点像猫叫 但是这会儿 再听见的可不是小孩的啼哭声啊 而是大概四五岁的小孩 在里边说话 当时啊 姑父听不懂 他们说的是什么 因为说的不是广东本地话 姑父当时只能听个大概 好像是有这么三四个小孩 有男有女 几个人要准备玩什么玩具 在那儿正在抢东西了 一下子这夫妻俩这会儿就嗨了怕了 站在那儿就不敢动了 然后姑姑叙道 姑姑马上就告诉姑父 喂 你听见了吗 这回你相信了吧 前两天跟你讲还不相信 我们超市里边不是乱传的 晚上真的有小孩子在这里边闹 姑父当时听完呢 没心情回答他老婆了 因为越不相信这些的人 越碰上这个他越害怕 姑父当时两个嘴唇 吓得都白了 马上告诉姑姑说 老婆 咱走吧 好可怕 然后姑姑一看这个 完了 我还让你接我来了 接个蛋呢 这等于是我保护你 拉着姑父 赶快就回家了 这天回家以后 姑父完全怂了 低下头来 开始询问姑姑 你那里到底怎么回事 刚才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情况啊 啊 晚上怎么超市里有这么多小孩子呢 结果姑姑 这才算是第一次静下心来 有机会给姑父讲 原来呀 这些日子超市里边 是打十多天起 就开始闹邪声了 而且闹的这邪声啊 只是跟儿童货架那边有关系 因为超市里面大家都知道 有专门的儿童玩具货架 那边呢 有专门的负责组 起初刚开始闹的时候啊 是儿童货架那边的几个 负责整理货架的人 他们先说出来的 他们当时啊 跟超市这边说 说不知道谁这么缺德 每天晚上 等我们收拾完柜台之后 等到转天早上起来一来 都会把这个儿童玩具 洒落一地 而且好多呢 儿童骑的小车什么的 晚上都有人给挪到 老远去 我们每天都要重新整理一遍 一开始的时候 超市真以为是晚上 有谁诚心捣乱了 后边就让保安调查 结果一问保安 我的妈呀 这保安告诉超市说 说我们只是一直忍着 没说 咱们超市好像闹鬼 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听见 超市里边关了门之后 有小孩的哭闹声 并且还有几个 稍微大点的小孩 在里边啊 霍霍咱超市的这些玩具 那这一下这件事就引起了经理的注意了 对吧 经理一开始跟姑父抱的态度是一样的 不相信 这不可能 自己呢 就觉得应该是自己调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有谁诚心捣乱 结果调查的当天晚上 就让这经理给撞上了 这天晚上大概是十一点来钟 经理就没走 下班之后呢 从他们就是办公室这楼 慢慢自己呢 就摸着嗨 跑到超市这边来了 到了这边 在超市后门 这往国道里边一听啊 我的妈呀 就听见里边传来 小孩的哭闹声 起初一开始 咱说实话 谁听见这玩儿都会认为是猫发春 因为猫一发起春来 就是向婴儿提过 但是没隔一会儿 经理就听见了 里边小孩说话的声音 而且啊 这个经理还说了 至少里边得有四五个小孩 他们好像在那抢什么玩具 抢着玩儿呢 然后当晚经理不敢进去看去 换紧您敢进去吗 小朋友们 别在这玩儿了 哈哈 这没人敢做 所以只能也就这么着回了家了 但是转过天来 经理来的特别早 他想啊 等超市开门时 第一个走进去看看去 看看儿童货架是不是被人动了 结果这天呢 经理走到超市里边 一瞧我的妈呀 整个儿童货架 让几个孩子霍霍了个变 而且就像儿童柜台那边人说的 好几辆儿童骑的那小三轮车 让人家骑的在这超市里边 是满超市的跑 那么这会儿这也就实锤了 等于是白天超市营业 营业完之后 晚上住在这儿的一些 咱们看不到的小朋友 得在超市里边拿着当游乐场 玩一夜呢 那几位 这下可麻烦了 刚才咱前面不就说完了吗 姑父一开始不信 现在姑父心了 可是问题 俩人都得在商场上班了 这以后怎么干呢 问题是姑父下班 他也不是说见天都下得早 有时也得值夜班 值夜班离开单位 都得十点了 并且超市在商场的一楼 那是必经出口啊 这怎么活呀 后边这两口子说实话 在家琢磨了好几天呢 老婆 咱们要不要把鬼台退了 我把工作辞掉 咱们去别的地方吧 嗯 这里实在是太恐怖了 问题是不舍的呀 这也就是说说 您不知道那超市刚开始的时候 多赚钱呢 两口子当时被逼无奈 没辙呀 跑到华林寺那边 买了一大堆护身符 待在身上 天天两口子上下班 就差先坐遍法师 那日子过得 那真叫俩字 煎熬啊 不过 这难受的日子不长 俩人痛苦了 有这么十几二十天 这事直接在这周围居民里边闹大了 大家全都传 说这兴盖的商场闹鬼 那一下 这商场老板可就知道这件事了 立马老板就打起了精神 马上啊 带了几个人 就来到商场这边了 经过了三天左的调查 老板发现看来还真不是胡说八道的 商场真有毛病 那这广东做生意的人肯定特别信这个 再加上这老板能开大商场 您觉得在九十年代那会儿 这能是等闲之位吗 老板马上啊 没个三五天 就请来这么个老爷子 老爷子广州本地人 据说在广州石井那一带有名 特别厉害 会看风水 会看事 来到这之后 老爷子站着也就站了几分钟 直接就告老板说 你这个地方啊 阴气缭绕 我不是住在市区的 我不知道这里前身是干什么的 你买下这块地的时候 你自己了解吗 老板当时一听老爷子说 啊 我好像了解 啊 之前这是个医院吧 哇 那你知不知道你把医院改建成商场 你用这块地 要拜很多东西的 很麻烦的 老板马上当时一拍脑门 哎呀 这大事啊 我没走脑子 哇 太大意了 这个必须要帮你想想办法 要弄一下的 而且啊 在我看来 你这医院不是这么简单的 你还是找附近的居民问一问吧 这当初到底是干什么的医院呢 好吗 后边啊 这老板一打听 我的天呐 当初这间医院呢 再早 很久很久之前了 就是这解放钱的事了 这医院这附近有个保育院 这保育院跟医院是连接的 里边啊 有孤儿 有得病的孩子 没人管的孩子 都住在这里边 也就是说 打早 在这医院没拆迁之前 这地儿这医院就传闻有些事 更何况后边 老板接过盘来 再赶建成商场 您说呢 能顺等 老板当时肠子都快悔清了 我咋什么都记得 什么都注意 我咋就把这事给忘了呢 所以后边 立马询问这老师傅 师傅呀 我全听您的 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您给想想指 把这给弄一弄吧 好了 朋友们 这故事给大家说呢 咱们不提名 不提地 别影响人家生意 当然其实商场已经拆迁了 但是这种属于都市传闻 您说的百分之百是真的 我觉得不可能 您说这百分之百是假的 我觉得它也不会没根据 不可能凭空捏造出来一个这么个事 而且传的人心惶惶 并且是附近周围 大家天天去的一个大商场 不会出这事 朋友们 晚上好啊 今儿啊 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期啊 广州的这么一件事情 而且这件事啊 刚好适合咱晚上听 因为这会儿 好多朋友都在吃饭呢 或者刚吃完饭 因为整件事情 是发生在一家餐厅里的 您看我要是早晨起来讲这种故事 那么好您听完了得骂我 因为整件故事都是围绕着大家最喜欢吃的 这广州的早茶 广州早茶的这个文化呀 咱其实都不用多讲了 就连香港那边的很多早茶 都是跟广州这边学的 广州人对于早餐的吃喝 是非常注意的 也就是说 这一家巨大的餐厅 早晨起来的早茶 是有专门的经理 和专门厨师班子盯着的 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 一个大餐厅的整体构建 这个大餐厅里边的厨师啊 它是分为早班的 午班和晚班的 午班晚班一般用一个班子 但是这早晨起来 做早茶的师傅 那都是单请的 也就是说 它粤菜做得好 不见得早茶做得了 这个早茶是另外的一门文化 正因为广东人呢 对于这个吃喝的要求非常的高 所以说很多大餐厅里边的 封管制度非常麻烦 这一家餐厅弄不好 做潮扇卤水的是一波师傅 炒粤菜的这边的是一波师傅 那么做早茶的这个部门 也是单独请过来的 这样的话 那这经理可就难管了 所以说广东餐厅里啊 时不时的丢东西 这都是很正常的 这不吗 咱这期故事 就是从丢吃的开始说起的 这件事啊 咱要是接下来讲的话 咱得从八九年说起 给咱提供故事 这位未留下姓名的朋友啊 他没说自己叫啥 但是他在故事中说的很清楚 这故事的主人公叫老玉 老玉呢 是他父亲的朋友 在八九年的时候啊 老玉掌握了一门技术 啥技术 修电梯 那个年代 电梯维修人员并不太多 所以老玉手里的这电工活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那会儿老玉的工程队啊 经常就是服务于自己公司旗下的一些企业 这些企业没有一家是小的 全都是当时广州的餐饮业 大酒店的大餐厅的 什么样都有 八九年的这年夏天 老玉啊 被派到广州中山路的这么一家回族餐厅里边工作 因为这家餐厅里啊 电梯出了问题了 这电梯经过了几次整修的务行 也就是说人家可能要大换线路 整个电梯里边是个大工程 这个工程一干可能就是三个多月 也就是说这年夏天 老玉基本上都是在这家餐厅里边度过的 这家回族餐厅啊 虽然它是伊斯兰的风格菜 但是呢 它由于这个得响应广州人民的喜好 所以早茶还是必备的 当然了都是遵从伊斯兰人的这个饮食习俗的 早晨起来的早茶呀 这家餐厅在周围做的很火 因为它比较有特色 必定都是伊斯兰风味的 在融合了广市的点心早茶 所以说老玉施工的那会儿啊 几乎都是夜间干活 那么这事就要来了 正由于夜间干活 老玉他们这个整个施工队在干活的时候 几乎酒店里是没人的 那么这家餐厅晚上一没人 一旦出了点什么事就全怪到老玉他们身上 这不嘛 老玉他们在这里工作了大概到半个月的时候 有一天经理忽然间叫上老玉他们整个施工队的人准备开会 并且开会的时候 经理的面色特别不好 老玉他们一瞧就知道 这肯定是出了什么麻烦事了 经理啊坐在那饮了一口茶 喝完茶之后呢 特别带着嘲讽的感觉 就开始跟大家说呀 这个维修队的这些师傅们呢 咱们都是一个公司一个局的 你们来这边呢 作为电梯维修师傅都很不容易 要想吃什么喝什么跟我们说 咱们酒店不是不具备这个条件 但是这晚上我们不在的时候 偷东西可就不太好了 哎呦 老玉他们这边也有施工队队长 一听经理这口气 他就不高兴了 这当时马上这队长就站出来问经理说 哎 你把话说清楚了 什么偷东西 我们偷什么东西了 这个话可得说清楚了 我们这些施工队队员 没有一个人干这种事的 但这酒店经理啊 好像就是认准了 就是老玉他们干的 直接就告诉老玉他们所有人说 每天晚上啊 咱们这个茶餐厅里的这些点心 都是师傅弄好了 放在蒸屉里边 几乎呢 三点多左右就要开始蒸了 到了早晨起来呢 最近连续的七八天 师傅发现蒸屉里的点心丢了好多 你们啊 要是吃没关系 咱们别把盘子也拿走了 因为这酒店的盘子都是定做回来的 上面都印着酒店的标志 这些盘子拿走了 我们很麻烦的 哎呦 此时这施工团队的人一听 原来是这个事 说了半天就是丢点心的事 马上大家伙七嘴八舌的就翻脸了 大家就告诉这经理说呀 你别胡说八道行吗 谁偷你这点破点心吃啊 我们不缺这些吃的 我们的伙食都很好 我们夜间干活的话 不可能偷你这些点心 再说了 说是晚上没人 你们厨房常年也有盯班的 你问问他 我们偷过东西吗 这会儿这等于两方的吵架 已经进入到白热化了 反正这件事闹得非常的不愉快 但由于并不是专管制度 所以说呢 也没有办法 就这样 这件吵架呀 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这吵架完了之后 这讨厌的经理可就不行了 私下就把这件事汇报到了总公司 再加上这个经理呀 本身职位就高 又会溜须拍马 总公司这边没有三天 就给老玉他们整个施工队 下达了处罚条例 也就是说 总公司的意见是 你们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是谁偷的 那好 那就整个施工队 一人扣掉一笔工资 您想一下 这个您要是老玉 您是什么心情啊 这心里边能舒服吗 这呆好好的又不是我们干的 一下子就压到我们头上来 所以这件事 对于老玉他们整个施工队 耿耿于怀 其实啊 扣点钱不在乎 关键是 窝在心里的这股子火 到了后边 老玉他们整个施工队 抱着这种不好的心情 天天跟经理 也是见了面 也不打招呼 也不搭理 就这样 坚持干完了三个月的工程 把这电梯啊 是从头到尾 整修了一遍 可是啊 老玉说在整修的过程中 他们私下也在调查 到底谁偷点心 而且他们施工队队长 三令五身 所有咱们的工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咱们谁都别靠近 那个厨房一步 咱们看看 咱们不靠近了 他会不会再丢东西 并且呢 施工队队长呢 还告诉经理说 一定晚上派人看着我们 咱看看 他到底还会不会丢 哎 就像啊 咱大家猜想的 老玉这队长使的这招 真管用 因为每天的监管 非常严格的情况下 这个点心 到后来啊 又开始丢了 而且当时 这点心丢的非常的奇怪 每天呢 丢上这么五六盘 六七盘 你如果要小偷吃点心 拿起来吃的就完了 他偏偏把这盘子 还给偷走 就像之前说 那些盘子都很麻烦 上面都印有logo 这盘子一丢了 餐厅的确是很挠头 所以说 整件丢点心的事情 在这三个月中 哎呀 弄得整个的餐厅 包括老玉他们的工作组 乱七八糟的 随着工作的进展结束 这工程队也就撤出了 这间餐厅 从此跟这间餐厅 就没再有瓜葛了 这件事 也就这么着过去了 老玉他们虽然啊 吃得个哑巴亏 但是也就慢慢的 逐渐的时间磨灭掉 就没再想这件事 说话呀 这得是又过了 这么好几年 好几年以后 老玉有这么一天呢 路过这间餐厅 这时候老玉 已经下海干别的工作了 人家老玉摇身一变 变成有钱人了 路过了这间餐厅 老玉当时的心态呀 想是去看看 吃点东西 或者是 要能见着那经理 羞辱孙子一番 当时老玉就是这种想法 然后呢 这天下午 老玉就进到了这间餐厅里边 进到了这间餐厅之后 哎 刚进去吃饭 老玉发现餐厅啊 里边的装修风格 都没有什么变化 当年自己施工队 修的那个电梯 都还在 非常好 但是餐厅里边 没什么人 不再像当年 这么火爆了 里边的客人 非常熙熙攘攘的 老玉就觉得奇怪了 坐下来这一点菜 嘿 过来这服务员 老玉跟他认识 必定当年在这工作过三个月 而且那服务员呢 跟老玉当年也聊的挺来的 俩人就坐下 聊起天来了 聊着聊着 老玉就询问 这餐厅怎么 这么冷清啊 这服务员呢 之前跟老玉还聊的火热 但是聊到餐厅冷清的问题 服务员不讲话了 哎 老玉这会儿就觉得奇怪了 这是怎么回事 出什么事了 你们这惹出什么麻烦来了吗 没想到 这服务员想了半天 最终小声地告诉老玉说 我们这个餐厅啊 附近居民们都在传 说餐厅里边闹鬼 所以老客人 还有一些固定客人 都不怎么来了 哎呦 老玉当时这一听 呵 这是新鲜事啊 广州人呢 对这些事非常好奇 马上就继续追问 但是无论怎么问 明显啊 餐厅的这服务员 知道这餐厅到底怎么回事 可是就不告诉老玉 哎呀 此时他这心里是白爪挠心呢 但是必定都是成年人了 不能像孩子一样 没完的逼问人家 人家一看呢 就是有口难言 老玉也就没再说啥 就继续坐这吃饭 这天吃完饭之后 这件事就压在心里 老玉也是闲着没事干 有钱了吗 没事就想到这餐厅里边 探个究竟 想瞧瞧 或者是问问人家 这到底闹啥鬼了呀 这么一间火爆的餐厅 怎么就这么给凉了呀 哎 过了又这么十多天吧 一天下午 老玉又来到这家餐厅吃东西 刚坐到那吃饭 点完了菜坐在那 本来呀 想跟里边别的员工聊聊这件事 这忽然间就推开了大门 进来了个老太婆 这老太婆是干什么的 卖花的 您在好多影视剧中啊 都会看见过广东的一些小女孩啊 老太婆呀 一些妇女啊 或者老人们卖这些鲜花 而且呢 您要是坐过广州出租车的话 您会发现出租车司机里边 特别爱放上一朵兰花 因为兰花幽香啊 那味儿特别的重 弄得整间车里边都香喷喷的 这老太婆拿着一个竹篮里边放满了兰花 刚一走进大门 哎 老玉这一瞧 呵 这个阿婆我认识 当年我在这工作的时候 跟这阿婆呀 还聊过好多天了 但是明显 过了这都十多年了 阿婆逐渐的老了 同时老玉也变得成熟了 老玉马上冲着阿婆打打招呼 然后把阿婆召唤过来 阿婆来到老玉身边 老玉马上就掏钱呢 准备找阿婆买花 买完花之后老玉不让阿婆走 就问阿婆 您还认识我吗 您别说 这阿婆不愧是做生意的人 在街上叫卖的这些生意人 记忆力都超好 回过神想了一想 哎呀 这阿婆说 嗯 好像有点印象啊 你是不是当年 修点替那时工队的那个亮仔呀 哎呀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呵 你看你现在这穿着打扮 这看来做生意 做起来了吧 老玉一听哈哈就笑了 告诉阿婆说 您这记忆力真好 没错 就是我 就这样 俩人呢 就聊了起来了 聊的都是当年的事情 并且老玉还让阿婆坐下 给阿婆呀 点了吃的和喝的 俩人聊着挺好的 慢慢的 老玉就开始扯话了 扯啥呀 指定是把这话题啊 哎 借着这老太婆的这次机会 能扯到这灵异事件上 她想问问这阿婆 这附近到底出什么事了 哎 老玉这回问对人了 阿婆本身平时啊 就爱传这些话 所以说一听老玉对这事好奇 阿婆马上就神秘紧张起来了 阿婆当时变化特别大 刚才还喜笑颜开了 老玉问完了这个餐厅闹鬼的事 阿婆瞪着两个眼就告诉老玉说 哎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这是餐厅里的人跟你说的吧 没错啊 这个餐厅啊 打一年前就出了事了 附近好多的居民 也不知道是谁传出去的 都说这儿闹鬼 哎呀 你看看 这生意都不如以前了 搁以前呢 一天我能卖好多花 现在也不行了 老玉当时一看 这回问对人了 阿婆看来知道此事 马上就询问阿婆 没想到 这阿婆竟然告诉老玉说 说这餐厅的闹鬼 和当年他们维修的那个电梯间 有直接的关系 哎呦 您想想 这老玉肯定是玩了命的追问 在老玉的一再逼问下 阿婆这才把当年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老玉 并且也告诉了老玉 这间餐厅 为什么大家呀 说闹鬼 最后呢 阿婆还告诉老玉说呀 说闹鬼这事 别人不嫌 我可嫌 因为我亲眼呢 在餐厅就见过 哎呀 老玉顿时一看 这真是问对真人了 所以玩命的就追问 阿婆呀 慢慢的就把这餐厅的故事 讲给了老玉 阿婆是这样说的 我记得那会儿你们修这个餐厅啊 应该是八九年九零年那会儿吧 我那会儿才六十来岁 那时候我就在这卖花了 还记得那会儿冤枉你们说丢点心的事吗 其实那会儿跟你们不熟 我就有看法 这个餐厅啊 当年出过事 而且你们那个经理呀 不是不知道这些事 他就是诚心的冤枉你们 我很久以前呢 就住在这附近了 你们还没有修电梯 大概是八三年左右的时候吧 这餐厅啊 来了这么个小宫 这孩子叫阿峰 也是住在这附近的 我跟他爸妈都认识 阿峰从小可怜的 没有妈妈 从小没人疼 后来呢 爸爸又耗上了毒 所以阿峰这孩子 从小受了不少的罪 后来呀 找了朋友 托人啊 烦的关系 进了这家餐厅当临时的小宫 但是这阿峰啊 嘴馋 再加上家里条件是实在不行 所以呀 有个小毛病 没事爱从餐厅 偷吃的 有这么一天晚上 也不知道这阿峰是 诚心的干活 干的特别晚 反正 他是最后几个 离开餐厅的人 他本以为呀 这厨房里边 没有人了 他就跑厨房里边 偷吃的去了 结果呢 到了厨房 掀开这剃铺 刚刚准备 往自己准备的 这塑料袋里边 放的时候 这厨房角落里边 这厨师长竟然躺在躺椅上边睡觉了 一下把厨师长给惊醒了 厨师长瞪开眼 一瞧是阿峰偷东西 大骂就追上阿峰去了 阿峰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害怕紧张 然后就往外跑 那会儿啊 这电梯也是在维修的阶段 电梯大门开着一半 阿峰就没注意 一着急往那边一跑 直接呀 就掉到电梯井里去了 当场啊 就把阿峰给摔死了 死的时候 别提多惨了 这肚子 让电梯下边 井底的钢筋 都给穿透了 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餐厅拿了一点点的钱 跟阿峰父亲那边解决了 阿峰父亲也是个混蛋 由于自己滥赌 见钱掩开 这事欠了字 就这么着结束了 可是就从那开始啊 别听那个经理胡说八道怪你们 这间餐厅 丢这个小吃点心 已经不是一年了 他那个呀 就是扯词怪你们 往你们身上 栽赃呢 老玉当时听完老太太这方 常常的聊天 顿时火冒三丈 多亏这经理已经不在这干了 不然这会儿 老玉非找这经理就不可 但这些不是咱们关键要听的事 因为讲到这儿了 事还没有解决 也就是说 老玉只是知道了一个初衷 这到底最近这闹鬼怎么闹起来的 老玉还没弄明白 所以他就继续追问老太婆 没想到啊 这老派佗接下来讲出来的事啊 就更恐怖了 他告诉老玉说 原来这整件事情整体的爆发出来的 是前两天另外一个维修电梯的施工队给爆发出来的 前些日子待好好的 这电梯下到一楼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就到不了底 啥叫到不了底啊 就是总是卡在一半 电梯就不往一楼的地上沉了 当时就怀疑这电梯井底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卡住了 马上叫来施工队维修 结果把这电梯的深井的位置打开之后啊 所有的人都傻了 这整个电梯深井里边起码得有两百个已经碎了的公司里的盘子 四处全都是碎掉的这些磁盘的渣子 那电梯能下得了井底吗 哎呦 这事一下就爆发了 这终于抓着贼了 这么多年以来不停的丢点心 原来都给扔到电梯里了 刚才说的这是新员工的想法 曾经在八十年代在这工作的这些老员工们完全不这么看 因为老员工们全都知道阿峰的存在 并且啊 说句心里话 这间单位里的老员工 不止一个人曾经瞧见过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鬼影 这个影子经常从厨房到电梯之间飘来飘去 所以这在井底找到了这些磁盘碎片 这员工们都不想干了 广州人对于传统文化非常在乎 我宁愿少点钱 这有脏东西的地儿 我们也不愿意待了 之所以这样 这件事一下在附近就爆发起来了 人言可畏啊 七嘴八舌 一传一 十传十 这事就传得越来越严重了 老玉这会儿就更好奇了 因为之前阿婆答应老玉了 说他也瞧见过怎么回事 老玉就继续玩命的追问阿婆 阿婆结果告诉老玉说 说真的自己也见到过那个白色的鬼影 并且老太还解释给老玉说 阿峰虽说不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但是那我跟他见了得有几十面以上 必定都是这老街坊 这阿峰长什么样 我是记得最清楚的 有一天晚上啊 我也是卖完了花离开之 那天呢 我好像在门口调了个东西 回来想找找 结果我在门口啊 刚着找着东西 我就透过这橱窗啊 往里边瞧 我就亲眼瞧见 一个白影子 在咱们这个餐厅里边晃荡 这个白影 我认识 那就是那个孩子 阿峰啊 好了 朋友们 这故事给大家说完了 讲得有点啰嗦啊 很全面 一般一讲这种故事呢 比较山林奇境 因为距离我非常近 所以说我讲的就比较啰嗦 但是您呢 应该能听懂了 咱目的还是给大家 讲明白了 讲懂了 这是最好的 整件故事也不太扑朔迷离 后边也没啥可解释的 你要是有什么看法 或者有类似的事件 在下方啊 给我留言 感谢朋友们的陪伴 我们明天晚上 再见 再见